那一天让她想起了她十六岁那一年的车祸 她被唐姐推出了熊熊燃烧的车子 被人死死地拉着不准过去 眼睁睁地看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车子在她的注视之下爆炸了 卡在车里的人也跟着一起消失在了她的世界里 那一年她带着唐姐的女儿小诺离开了希泽家 所以那一次迟恩恩救了她 不只是救了她的命 更重要的是把她从黑暗之中彻底地拉了出来 希泽列连起了眼眸之中的细碎光芒 那光芒太温柔了 温柔得真的让她看起来像是天使一样 没什么 你只需要记住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我也没有想过要求回报 她就是心甘情愿的 赔上这条命都是心甘情愿 如果她幸福 她就只会默默地守护在她的身边 如果她过得不幸福 转眼 她眼里的光芒就消失不见了 看起来就跟平常没什么两样 冷峻地扫了一眼不大明白的助理 她说记住 今天我跟你说的话 一个字都不准透露出去 否则的话 你以后就不用说话了 只有两种人才不会说话 一种是死人 还有一种是哑巴 朱莉哪一种都不想做 她恭敬地低下头 认真地说 是 猎少 他们走了之后 赤恩恩都很久没有回过神来 西泽烈说的她救过她 是说的那一次车祸吗 但是那一次车祸是冲着她来的 是她救了她才对吗 为什么 西泽烈会说 是她救了她呢 赤恩恩的心乱如麻 她没想到 她会听到这一些 更没想到 西泽烈为她做过这些 她 赤恩恩的心情 说不出的沉重 就在这时 她的手机震动了起来 她迅速地让自己冷静下来 拿起手机 低头看了一下 来电显示 是丽北爵打过来的 赤恩恩把手机放在了耳边 喂 你在哪儿 霸道得要命 不是丽北爵 还能是谁呢 赤恩恩的耳朵被她吼得麻了一下 默默地把手机拿远了一点 说 我在楼梯口 我马上就过去 你在楼梯口干什么 她问完 马上道 算了 别乱动 我过去找你 不用啊 反正我也要 回去两个字还没说完 手机那头的人就已经挂了电话 赤恩恩一阵无语 她就不能不这么急躁吗 不过 她没有真的傻了吧唧地站在园底等着 而是一边慢慢地往楼梯上走 一边心里面想着西泽烈的事情 心急 不知道小舅舅那边认识不认识这方面的专家 有没有什么办法治疗 她正在出神想着这件事情 一阵风一样的男人已经在她的面前 她都还没有回过神来 手腕就已经被牢牢地抓住了 赤恩恩 谁让你到处乱跑的 左手腕被握得有点疼 她郁闷地扭了一下 没有睁开 抬起头看向面前的男人 郁闷地说 吃宝贝发烧了 我带她去吃了药睡觉 没有到处乱跑 吃宝贝 她已经全部都想起来了 丽北觉得阴谋一闪 稍微地放松了一点抓住她手腕的力道 不过还是抓得紧紧的也就是了 那也不是你乱跑的理由 赤恩恩被她拉着往走廊走了 她的手腕被钻得紧紧的 一路上完全是被高大霸道的男人拖着走的 她被拖得有点小小的不爽 忍不住地顶了一句 我都说了 我没有乱跑 突然 她的心电一转 拽住她的手就不走了 丽北觉突然被她拽停了 回过头看她 她阴挺的鼻梁和下颌线条 连成了一道完美的弧线 居傲又高贵 尽管她那一双阴谋里透出着不渝的光芒 还是耀眼地让人移不开眼 赤恩恩这一会儿却是通通的注意不到了 明眸惊喜万分地盯着她 连手都不由自主地抓住她的手臂 掩饰不住地激动到 丽北觉 你想起来了 该死的 她怎么会知道 难道是思辰 不可能 思辰没那个胆子 她都说了要给赤恩恩一个惊喜了 思辰不可能瞒着她告诉赤恩恩的 那 西泽烈是你叫来的对吧 你还记得吃宝贝 所以 丽北觉 你想 起来了三个字还没说完 就被人打断了 两个都是霍义告诉我的 赤恩恩就像是被人兜头倒了一盆冷水 完全激动万分的心情 一下子就被浇灭了 她眼睛里的光芒一下子暗了下去 抓住丽北觉的手也慢慢地松开了 她之前有多惊喜 现在就有多失落 失落的丽北觉 就像是心脏被人抓出来了 狠狠地捅了两刀似的 她顿时有点后悔刚才骗她的行为了 她削薄的薄唇狠狠地抿成了一条直线 悄然地握紧了拳头 但是 话都说出口了 她总不可能马上又改口吧 眼看着抓着她手臂的小女人的手越来越放松 丽北觉的眉头已皱 忽然 霸道地捏住赤恩恩另一只手的手腕 强迫她抓住她的手臂 再好似不经意次地补充了一句 我会想起来的 最晚这个月底 我就会想起来的 最晚这个月底想起来 赤恩恩本来还因为被浇了一桶冷水而有点失望 结果被她一打断 哭笑不得地道 这个又不是工作 还能够保证进度啊 你现在给我保证了 万一你没想起来怎么办呢 我说了 我会想起来 我就一定会想起来的 丽北觉的阴谋浊浊 牢牢地扣住她的手 偏执地说 最晚这个月底 赤恩恩嘴角抽动了一下 虽然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她保证就能够一定做到的 但是心情还是好了很多 对了 诺诺怎么样了 已经止血睡过去了 霍仪现在在照顾她呢 霍管家过来了 丽北觉不喜欢她提起别的男人 哪怕是霍仪都不喜欢 但是她问了 她还是铭紧了伯传不耐烦的道 我让她过来的 说完 不给迟恩恩说话的机会 拽着她的手 把她带着继续走了 走吧 你不是要看到她才会放心吗 赶紧的 我牛死得慢吞吞的 她嘴巴里说的她肯定是在说懦懦 痴恩恩被她催促着跟着走了 虽然用眼睛横了她一眼 但她自己都没有注意到 她的表情完全放松了 嘴角都不由自主地翘了起来 那是对喜欢的人才会有的表现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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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